驚奇? 驚奇 驚奇 好驚奇 每個月一次? 一個星期一次 來得過什麼? 講飲食 234頻道首歌女主持主導節目 驚奇飲食 每個星期 和大家講飲講食 驚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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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女主持主導節目 但她正在哭她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由女主持主導節目 但沒辦法寫過她正在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想聽真話的 不要走開啊 大家好 我是古明華 大家知道我是做什麼的啦 沒錯 我是演戲的 最近我也不少劇情出的 不過大家要留意的 並不是我演戲 就是接下來一個234的電台 將會介紹很多戲劇 大家喜歡聽的東西 不要走開啊 記住 你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是古明華 為什麼我後面有這麼多聲 就是因為我演戲的 那些聲全部都是我扮的 大家如果想知道 我演戲做成怎樣 不妨聽234 你在聽的是234頻道 我是肥蜂 我是肥蜂 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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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肥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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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我發覺盈棍是他最多賭 有什麼盈光舞王 又有今年一一 都說不要多說髒話 你看不到那些訊息 別人在Facebook那裡說 如果少一點髒話 就會多一點女兒上來 為什麼你上了屎 神經病 如果不說髒話 可能整個節目已經上屎 也是 集資再集資 到時候放在香港電台上播 問你死什麼 刑棍夢工就放在香港電台 我ok的 我們今天聽多了一把笑聲 雖然是一台 九叔 我上這個節目就等了很久了 有沒有這麼久了 畢竟我說了 刑棍 沒理由不是 就算 經常見人見智之外 我也是這行的人 其實是 九叔說 沒理由Eugene也上來了 他也挺有趣的 其實Eugene上來的那集 我們是不愣知的 因為他說要上來講Gap 對 要上來講Gap 你的意思是 我們很勉為其難 就被他亂入了一下 當然 他說有很多Gap要分享 重點是這裡說我們地盤 你明白嗎 現在坐在這裡的 全部都是業界人士 肥師在美國 我懷疑Candy是不想叫我上 他之前三十集 九叔一直在聽 在想 是否他們真的覺得我不能夠 你 又去做Facial買衣服 搞不得 本來頭了十集 我都想上來 現在 現在 我也不願意 吃雞腿 薯條 又肥20磅 九叔一肚腩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 真的收了皮 終於今時今日才到上場 他之前還說 那個星期日籃球加醋 就是為了收身過來上現軍 其實很明顯是Kenny 對 你看Kenny今天又不在推 你想想 那時候去歐洲 不斷放那些 很懶惹 拍到側面的照片 其實他現在想 營造自己 一人獨大 很懶惹的情況 算了 他年輕的時候 沒有營過 直揚的時候 被他營 我以前已經營了太多 算了 欠去花一點 當你認得一段時間 你就學會修煉 難怪我還是這樣修煉 你看我們多修煉 Kenny多瘋狂不老 不是大黑超 黑白照 那些 那些我們80年代在做 80 17歲的時候已經做 看你做這個234男神 其實聽開234都知道 其實九叔是業界人士 做Fashion界 然後又是Sportswear 記得我再重新一次 我是獨設計 是嗎 雙室外長不像現在 你是修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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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修煉的 這是修煉的 但我明知道這修是修煉的 才是修煉的 我早點認識你 我不能入行 這些就是聰明仔 但我也是走差踏錯 我走你一點點 不死得那麼金 一樣死 為什麼那時候修煉的 這麼傻的 我喜歡修煉的 其實我之前讀了十科 什麼商業 什麼課程 什麼會計 全部都肥不肥 每次到中段 我都是不想讀的 我可以很不羈 我整本都扔掉 不考 讀到中途不多 然後出去找兼職 做了 九月了開學 找東西讀 終於找到一科 我自己喜歡 而肯讀得完 就是Fashion Design 終於全部都讀了 讀了兩年 但我之前很喜歡畫公仔 由小畫開始 整本中文數學有空位的 都是公仔 九叔也是畫那些 色的公仔 所以大家都是那些 他畫那些同仁之 是畫Pan Cat Man 杜虎在打J 沒有人錯 杜虎打J圖 那個年代還沒有這些漫畫 總之就是有東西畫 我以前小時候畫完一些畫 大家都不相信是一個小朋友畫的 這些就是誤入歧途 對 但是那個天才 我父母沒有很想他利用 不揮 給數學我讀 給歷史我讀 就讀死了一個人 所以我經常跟父母 身為父母 千萬不要埋沒你的小朋友的天分 他不喜歡讀書 所以不要逼他 他喜歡畫東西 你讓他畫 你教他最重要是一句 就不要讀設計 這樣就已經夠了 他畫到悶就不懂讀 他不懂做 就是這個意思 你越禁他 你越禁他 你越要做 很多時候電視劇 他去讀英國 讀法律 然後他就讀Fashion Design 他在悶著你 我沒有讀法律 我要讀針字 要你針字 最後還是不選 設計做 一來就覺得 難搞 因為本身設計 根本是虛榮 很虛榮 最能享受的就是 做完一份功課 那些模特兒 一起抱著出來 來 寫個旗 你拿上的模特兒 還要咀嚼你兩口 但是 過了一刻 其實就沒有了 你回去做牌子 還有一點點虛榮 或者做濕溝廠的設計 那些就是 對 那些跟別人的 私處是沒有分別的 那些哪裏有模特兒 被你抱的 你連幾秒鐘的快感都沒有 你就是抱著那個Dummy 最抱著那個Dummy 最抱著那個Dummy 有些公司更慘 連Dummy也沒有 即是那隻公仔也沒有 Dummy也有漂亮有不漂亮 那些是歐美肥婆版的 對 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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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搓身形 有個教的 那些更好玩一些 可以玩一下Size 又可以把兩隻腳 舉來舉 只玩腳都玩成本 為什麼 你再低一點 那些公仔都殘了 又不換了 又刺傷手 那些是很慘 所以我一早就已經放棄了 那時候是 怎麼說呢 我做Part Time 一邊讀就做Part Time 在Mark & Spencer做的 在做Salesy 想不到 Mark & Spencer 你別想著 這麼老的一個名字 那些Salesy是OK的 對 對 那些題路話 然後再講 那時候 他那時候 Office請人 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年輕又英俊 對嗎 對 自己是英俊 英俊 所以 立即被招攬上去 被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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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經理人說 你不如上去試一下 那時候讀完 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就試一下 試完一宴又OK 那就上去做 從此就達入了 做Buying 和Merchandising 那邊 即負責買貨 買貨 買貨 還有 買貨、選貨 那個是 那個是上裝 我不是做下把位 我給你的設計 我要什麼話 聽說 沒錯 這些全是設計師的敵人 狗叔 Buying 因為通常 在我們的行業店 他買一盤貨回來 之後 不能買 第一時間 他不會說 我買錯貨 我不會選錯貨 我第一時間 我會說 你設計不行了 哪有人買 所以設計 根本是 食物鏈的最低層 簡直就是 真的很慘 設計是下把位 設計是下把位 下把位 就不得了 我經常跟設計師的 或其他同事說 設計師的 不是穿得這麼帥 裝模樣 裝模樣 就是 你解讀自己的那個 是不是 這是一種心理上的平衡 已經去到 之前那間公司 我心想 有幾個做男裝 穿懶型 回大陸 回大陸 我心想 你們幾個 我當然不認識 我留兩句 我心想 算吧 例如你設計完所有東西 你給一個六十幾歲的叔叔批你 沒錯 他懂得春嗎 沒錯 他真的懂得春 最重要 你穿得這麼帥氣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死了狗 老實 對的 你穿著這麼漂亮的衣服 死了狗的樣子 是不是特別壞 其實你穿得比較壞 那會不會反映什麼 適合一個角色 你買 那情況是這樣 為何那些設計師 上大陸廠做事 要穿得這麼帥氣 其實他日間的工作 是完全不跟那件衣服 他就算穿到黑衣 也不需要有這樣的形象 他都沒有所謂 他其實集中火力 是招待晚黑那一程 譬如說 廠家 老闆 帶他去夜場玩 那一刻就是他大放異彩的時候 你想想 就好像七黑中型火蟲 你想想 我們通常去到夜場 廠聚集團的場合 通常都是那些有女兒的地方 一進去 全部分都是阿叔 阿叔 突出了肚腩 蒙特嬌 穿在老土西 可以搶女兒 再夾著男人手袋 差在未有電話線突出 但你一進去 全身名牌 又懶惰型 那一刻就是七黑中型火蟲 那一刻 那些女兒 你一句選擇的時候 她直接有訊息給你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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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好像不太有經驗 以我所認識的這種場合 女兒 是不會選擇 但我 那些阿叔有錢 混蛋 其實這就是事實 不是 你不要選擇我 你一看你對外來玩 一看你 一看你放下兩塊水 要我喝一整晚酒 那些阿叔 一上去 兩下玩完 兩分鐘就落回來 又過第二個 你的年輕人有力 當然不敢 死小子 二十幾歲 座底 玩九個字 九個字 玩到阿姐 腰間轉來 我當然是找阿叔 所以他們完全誤解這件事 你穿到最討厚,晚上就OK,上大陸廠那些 不過沒辦法,一選這行,進入了自我的形象 或者那個Eagle 那個人一定要很硬,不可以衰,很帥就出來 很帥就出來,告訴大家我是designer 但其實做了一份工作是卑微到不得了 做design真的很可憐,Pattie也沒話說 我也沒話說,我作為一個designer,我氣到震 例如你穿衣服,如果你穿得奢侈,有時候老闆會問你 其實做design是很可憐的,譬如我們這些 例如見客,我是做廣告那些 我穿得奢侈,真的很可憐 見客那些,客人真的不能相信你 真的不能相信,要銷售客更加 對,銷售更加,所以有時候我一知道要見客 我跟小同學說,你不要穿背心 因為我經常很流行,像Lama一樣出動 之後一次一見客,一定是全客 所以你看到我全身都黑了包 就是見客 那你的同事不知你強項 你強項就是穿背心一陣露捏吸引 沒有錯 如果見客人是女兒呢 其實你這樣出現是很生意 其實一向都很生意 如果現在才剛開始聽的話 應該是你以為我們在說做鴨 是的,又是換膠神錄 製衣換膠 為何今天找九叔呢 當然是講講他最擅長的sportswear 球鞋那些東西 總之是運動時裝界一大堆 其實我們只賣是不知道的東西 其實九叔今天有很多東西講 所以我們接下來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折了 我只賣了一招牌給大家 哈哈哈哈 來來來,真的有 喂,他真的是有 喂,這個真的加大 再問另一個問題 再問另一個問題 對 有沒有對350 350拿不拿到 當然是賣掉了 這公司都要抽 這麼糟糕 怎麼這麼糟糕 老闆,益你拿了十對出來 全公司抽 是嗎 當然啦 人家放在店裡賣不好 你們算是偷笑啦 簡單說一下那對350 那對是Candy West設計的 即是那個hip hop的黑衣 很出名 因為是不是他的設計 我不敢說 總之就掛了他的名字 就有個光環 很罕有的 之前出了一對灰色 灰色版 現在是2000元 好像2000元 現在炒價已經過了6000多了 有些海鮮價 我看最便宜是5000 5000 但其實是6-7000左右 正常價 因為全球都配得不太多 香港只有170雙 還要有這麼多馬 當然 你說那雙鞋漂亮不漂亮 見仁見智 但一定是罕有 所以現在的波鞋界 已經是個個侯著這雙 還有Adidas 上一次是要排隊買的 上一次也是排隊抽 上一次也是排隊抽 排隊買 Adidas很少要抽 九叔有沒有請假突然走回去買 不會啦 不會啦 如果有留意我Facebook 上個禮拜三點才下班 對呀 可憐 命都不長了 但這次是怎樣玩呢 這次好像是VIP才可以抽 Adidas 其實我公司的E-mail 告訴他們 沒有了 因為我整個部門 一起抽中 放進去 那些錢想要吃了一餐 怎麼知道我整個部門都抽不到 你也要去死吧 另一對是黑色的 黑色相差很遠 那樣子沒有那麼鎖 沒有那麼鎖 是上一對 那一對是花灰色的 那對漂亮很多 那對真的很多人抽 但這個現場也挺搞笑 總之你把Carnier West的名字 一定是炒 其實已經算炒得便宜了 六千多 上一對炒了過萬 那對你只是like 你已經炒得爆 炒得加一會 兩萬多三萬元 平均炒價三萬元 全紅那對 是不是Easy Easy 你總是想起Easy 為何 叫Easy出一隊 叫什麼Easy 對 所以真的 不知為何 但是近幾年 鞋子炒得爆 簡直是什麼 一堆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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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Easy都有炒出來 一堆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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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小貨 為何小貨 那時候很昂貨 正常 如果不認識的朋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件事是怎樣的 我們一年有四次買貨 正常 譬如我們做這行的買貨 就是 客人來 見到貨放在桌上 我下多少就有多少 但是這些就不是的 客人還沒看之前 我們就已經要告訴總公司 我們要多少 但對鞋子又這麼貴 我們又不敢 那些銷售員也不敢管很多 一會兒就揹著 所以要管得很少 還有 她說 她不知為什麼 她那隻 那隻布置 那隻料 是要預早 一定要 pre-order 那些料 預早 那些膠是要長一點時間生產的 那些是法寶膠 那些是法寶膠 但是千萬不要有公司說法寶膠 打到陳 我們真是高科技說法寶膠 我上次不小心開玩笑 他說你千萬不要這樣說 我不好意思 我孤陋廣民 那你不要弄到法寶膠這麼瘋 那你為什麼要弄一粒粒 你自己賣的時候 我相信你自己拍出來的時候 都是想讓人弄法寶膠 我相信 他那隻膠膠 其實可以 因為在外露的部分 一粒一粒一粒 其實我也掙扎了很久 有人很喜歡撕法寶膠 我很想撕一句 我掙扎很久才買了那雙D-Rose 主持人買了D-Rose 他就是說 你最後那塊膠 他最過不了自己的關 就是那塊膠真的像法寶膠 那塊膠已經想怎樣 就是你之前說 在法寶會上 他都打下去 他那個賣點是什麼 除了現在賣了緩震 因為很多人是緩震 他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都覺得他不夠 我叫他一個能力回送 一個功能就是 我掉下去 不單止他令我舒服 讓我坐下去 他還會有反應 他就有回彈 給你一點力力 多多幾下 這樣 什麼事 這些值得給貼屎 大哥 你坐下去還有回彈 老闆這件好東西 這件好東西 老闆不需要那麼大力 我給你一點力力 這樣 喂 有個這樣的功能在這裡 這個記不記 厲害 他什麼時候出飛機杯 又加於派那些法寶膠 對 他不是有東西放在店裡 什麼彈 透明圓桶 那時候賣出來 也是Youtube那段影片 他藏一塊鐵球 掉下去 別的他就會彈少一點 他那個都打了九年這麼高 就是賴尿牛丸 對 他就給你力力 看看彈得多厲害 他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 只要我這裡 這集真的不會有同事聽 哈哈哈哈 我們會幫你放上Adidas的網站 無緣無故傳給Adidas的朋友 喂 你這個都不自己風趣的 哈哈哈哈 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 阿三 你那個球 跟那個東西 那個比例 那當然彈到九年這麼高 你那個人 跟那個東西比例怎麼比 我說 你試試彈不彈得到你 因為跌了大象下去 看看死不死 對呀 我說這樣而已 哈哈哈哈 所有東西 其實我不是只說 這個牌子 其實以前我在Nike做的 對 所有東西都是 根本是包裝 即是你說 幾十年前那塊 Air 跟今時今日 你說Boost也好 現在 例如Nike Lunarine也好 你告訴我 你分不分別到 有多健診 有多舒服 一塊膠 就是同一條道理 還是不要太說 就說鹹濕的東西 算了吧 哈哈哈哈 你說不分別 有時候說不得 有時候說鹹濕的東西 下一節就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即是那些 其實你不是說 你去到很professional 就算professional也好 你現在看到 例如在籃球場 打球的人 有些球員 還在穿13代 對 他們又打到飛起 你現在穿新的 是不是打得更厲害 也不是 是呀 證明了什麼 就是困狗 買得這麼厲害 為什麼 刑棍夢工場的主持 和刑棍夢工場的聽眾 這麼喜歡幫助759的呢 有VIP卡 老闆帥 就腳 哈哈哈哈哈哈 我喜歡那種呢 熟米皮 我喜歡鮑魚 我喜歡那些日本大鮑米 和那些日本長毛蟹 哈哈哈哈 Palegrino 呃 芝士 那些日本牛魚 成條那些黑毛腿 買糖哄女 我最重要 每次都是 哄女當然是買朱古力 零食 買一大袋零食 這樣哄女 因為你有折是便宜很多 有折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我上次發90元 但最後收60元 服務態度呢 服務態度呢 起碼給我們好先 哈哈哈哈 最重要是不說髒話 哈哈哈哈 我會留下 我會留下 留下 就腳 作為旺角之友 已經有兩間 有些是買化妝品 有 有買化妝品 我光顧過 那你比較漂亮 我那天是穿黑衣紅鞋 不是穿黑衣紅 Sorry 紅本紅 紅本紅膠布 我看見黑衣紅鞋 我就買紅本紅膠布 配襯 不是759 有很多年輕人去 甚麼 759 已經是潮流 潮流 年輕必去的地方 難道你 你聽的就是234channel 我老公是一個演員 我夢想自己是一個作家 我現在都出過書 其實為甚麼喜歡聽網台呢 我想做網台的人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益處就是 我可以喜歡說甚麼都可以 有甚麼好得過 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所以請大家支持一下 我是肥豐 我是肥豐 我真的很喜歡發光物件的Peddy 阿柱我跟阿楓一直都是Party做的 我們都是做設計時裝 刑棍夢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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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廢話笑 我以為你們接下戀 你還要接下戀 你看小丸子 你還要我們接的 你上個星期叫我們做功課 我哪有這麼好文彩 對呀 你有文盲 我們是讀設計的 其實我剛才看見那張QPont 我很想不能做這一集節目 馬上夠重來賣的 其實今晚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好就可以了 今晚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大約贏了 現在一張又不夠 我要再頒些回來才行 他好像很交市 一張只有一千元 只可以賣一千元 他說原價不超過一千元 這張其實是給買衣服 買衣服 買衣服要貼一點 買衣服要貼一點 你想想現在的Nike波鞋 不是Nike 其實全部波鞋 都是買到貴都直接離開 Nike是比較金的 為甚麼Nike 糟糕你了 還沒提到Nike就是火力軍 對呀 我們就去糟糕 原因就是我做Nike很久了 因為我給他0809的金融大 大什麼都好 讓他裁員再出來 哈哈哈哈 你肯定是整個表老闆 這下都知道了 整個部門被整個村子的族民 被他剿滅了 別族 種族大屠殺 整個Machandising沒有了 所以我當時開始覺得 原來做Machandising 都是糟糕的 哈哈哈哈 都是死的 老實說 我們負責什麼選擇貨 什麼設計價錢 講到很多Pro 其實就是 我們只是負責香港和澳門 老實說 其實如果香港 大家不說不知道 嘩 不經常都說 大陸有十三億人很厲害 香港只有1點 鼻屎 其實我們這牌子 香港一點的生意 已經頂得住 全大陸的十分一 這麼厲害嗎 無論是Nike 8至10% 但是說一個 就是這個 700萬人 對 700萬人的所謂大城市 就已經頂得到全中國的十分一生意 因為全中國有很多人來香港賣 對 沒錯 他在那邊當然是賣價錢的 真的有這麼多 你計算匯率 他是值得 因為我反而那個想法就是 其實 香港人是很喜歡買sportswear 其實香港人很喜歡買東西 第一就是 你想一下 聽眾你聽 你自己喜歡去鞋櫃 打開看看 你有多少對波鞋 在裡面 Nike Adidas 人人都多過皮鞋 我覺得波鞋有很多 那你有多少對 我等了十幾 我想我差不多 應該有100對鞋 哇 這真的是過癮分 不是 但是我是十幾歲存到現在 我都還沒有扔 那還扔過分 這麼多年你都不扔 十幾歲 部份 Jordan那些我不扔 你現在不是說搬屋嗎 那些鞋子怎樣 放在倉上 放在倉上 但是我第一對 我不是買Nike Adidas 買什麼 就是自己買的籃球鞋 自己買的籃球鞋 我買衣容 我對衣容 對呀 很有感情 那麼你這麼多年後 你又買衣容 我現在又買衣容 那時候衣容 我第一對買衣容 那時候也不認識的 是去日本的時候 不是在上野 我那個 那些什麼 雜價攤 哇 我找到一個漂亮的東西 紫色衣容 漂亮得不得了 你知道那時候 我也是走在潮流尖竿 哈哈 那時候 那時候 誰懂什麼衣容 有紫色波鞋 哪裏有人會穿紫色波鞋 不是 賀斯敦督的 怎麼會穿這個波鞋 我買了 那時候買了兩對 非常好的波鞋 一對其中的衣容 就是紫色那一對 賀魯巴得了 但那時候 有都是 五千日圓 很慘的 那時候 沒有人認識的 第二隻 就是 飄瑪迪斯 我認識的 那時候也是沒有人認識的 那這些 我都很聰明 買回來 威威 後來 買完之後 香港就開始 有些水貨 就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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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衣容 還有Pamadis 剛才剛出 Pamadis剛出的時候 其實挺震撼的 一股波鞋不用綁鞋帶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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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很low-tech的方法 其實是怎樣的 很low-tech 其實是一條橡筋 不停在那裡 中間那位 我們就有wire 扭扭扭扭 就是代替了你那條鞋帶 就是這樣 其實它是很low-tech的high-tech 因為我沒有穿過 我整天以為裡面有齒鱗 有齒鱗 有 有 因為你叫他齒鱗 他是有的 我就是聽到有齒鱗 我以為有齒鱗 你真是天真 但是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複雜一點 還有扭扭扭扭的那條 就斷了 我試過扭扭斷別人 那時候很流行 那時候上學 很可愛 不停泵爆別人的 泵爆 泵爆 泵爆了真的很灰 泵爆了原來是一堆粉彈出來 泵爆了 即是webobpumpfury 經常聽到被泵爆那雙鞋 但那雙東西 其實純粹是賣泵的 因為我現在剛剛買了一雙 其實不冷好穿 你泵爆了嗎 其實不冷好穿 不冷好穿 但我覺得是你懶 你當一雙懶老鞋 但又是潮的懶老� 純粹是這樣 你別管現在就翻山 我想說這雙 他還有出了一隻Furry Light 其實是中女生市場 是女生市場 另外其實他用了那塊泵爆的東西 但沒有泵 拿那塊來做鞋面 還有輕飄飄 什麼叉拼 什麼都沒有 不是那塊是799 那塊是799 那塊是799 我忘記了 那塊是便宜的 但這兩雙鞋已經夠了三個牌子 真的 Webob現在是屬於Adidas 我旁邊那組就是Adidas 我是Adidas 就是我旁邊那組Webob 但他們有沒有特意有些方向要不同 還是都是這樣做的 如果再專業小業界 告訴你 就是Adidas 是把Webob殺了 就是小一個對手 我就不說 我又說 我都做了Webob 混蛋 為什麼就是運動界小強 運動界的奧竅 運動界 我第一個接觸的牌子就是Webob 我第一個做運動的牌子就是Webob 那時候是香港代理做的 在那裏做 那時候Webob還是一種體育牌子 有跑步、籃球、訓練 有跑步、訓練 有跑步、訓練 後來被Adidas收購 Adidas是一隻吸血鬼 那時候Webob還有一些贈助的球會 例如NBA也是Webob 先把NBA投票 球衣拳 然後整張藥 不知為何簽了 就給了Edidas 然後利物浦又抽 對 然後抽一下抽一下 Webob變成了什麼都沒有 變成你沒有運動、體育的東西 其實現在Webob的定位是什麼 除了賣Pumpfury之外 賣一六六本 Classic OK 它是玩懷舊 還有也有跑鞋 而且Webob近期 前一陣子是Reband的標誌 它轉了標誌 其實它轉了標誌 其實你也看得出 它是想將專業的那些 即假裝專業的那些 就扮回新標誌 現在變成一個類似三角形的東西 我真的沒有跟 除了賣Pumpfury 因為我做設計行業的時候 會看別人的標誌 我看到標誌 我心想想 你為什麼要描述 大家發現 你為什麼要描述 為什麼要描述 但是之前更差 我最初做 Webob是有幾個實行 例如 Case 用回以前的英國 有一個類似 好像花一樣 有另一個字體 另外 本身Webob體育條 也有一個Webob 另一個Logo 很差 後來 本來曾經有Reband過 又變成宿舍 例如RBK 是比較浪費 但那個Logo 剛被人收購後 又說不漂亮 又不用 最終搞完一大輪 就變成Facebook 那個字體 的Webob 還要用那個顏色 哇 我說差勁 沒有人有 想怎樣 真的很慘 Webob 我們小時候 當時Webob 是僅次於Like 但是被人玩不玩 玩到現在 Under Armour都不如 很慘 我當時第一對 我給錢買的籃球鞋 就是買Webob Arobic那雙 不是 我是買Ipherson 我當時第一對籃球鞋 我自己給錢買的 是Ipherson Ipherson 那時候真的覺得 那雙鞋很漂亮 你那個年代 才是第一次給錢 我很後才打籃球 是嗎 我很後才打籃球 我很後才打籃球 你是想告訴我們 你很後才打籃球 但現在打得很厲害 都打得很厲害 我好像是天才 我明白 大家都很想打籃球 到打籃球 他為了 他 打籃球 三個越來越多 生意很濕 現在聽到 一輪的球鞋 其實是死得很緊 而且是Nike 都死得很緊 很輕 我們穿很多皮鞋 绿扇 連類型 就是有生意組 因為死了很久 這幾年球鞋完全是翻生 維草款也是大賣的 新款的人又繼續追 然後連帶運動衣服也是很熱的 你說是不是多人做運動呢 其實就不是 多人穿運動衣服出街 多人穿假裝運動衣服 而且近幾年是一些功能性的東西 人們開始執行得比較重要 他們會比較著重這方面的東西 你說衣服 衣服也好 鞋也好 就像Convers一樣 他換了底 但Convers是怎樣的 生意跌到破壞了 Convers是對上一次流行 拍攝都要去到03-04 那些日子 好幾年前還能保持銷售 那時候我早就跟朋友說 其實這裡是不可能 你保持紅色的 是不可能的 你只是換色 有一個款式 沒有換的 有高低筒 高低筒 加拉鍊 加拉鍊 中間已經跟那次是 John Verbedo Crossover 那一輪又打了一輪 我也有幾句 買了一對黑色的Convers 上面釘了幾顆窩釘 所以就拆了 所以我只是去淘寶買 所以我只是去淘寶買 沒有人 你也不知道 Candy說 那時候跟他去東門 Candy 不好意思 多低 82元 不是82元 60元 60元有一對 Convers 60元 還有人仔低水 那時候 其實也沒有像不像 根本一樣 其實也沒有像 他的內膽 你怎樣踩 布鞋 有些什麼呢 我根本就說 沒有可能 Hit 沒有可能長Hit 你也沒有一個Edge 去去去生存 你抄你便容易 你死便容易 所以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 他好像是Nike買了 對 所以現在新一批 就加一些Like的元素 硬生生 硬挖 其實可能有些在聽 都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就是 是Convers最基本的一款 就是All-Star 他現在 他的底 也不是一個底 他是一個鞋墊 只是鞋墊 只是鞋墊 是鞋墊 他加了一個LUNA底 LUNA 那隻膠 都是膠 跟Boost一樣 都是膠 感覺上是舒服一點 鞋 現在新的系列 就把原本的 Convers All-Star 那款 就全部撿回很多細節 那感覺就是 好像加多些Technical 令到鞋 就沒有那麼LOTAT 其實我覺得 這個方向是錯了 我就不是很明白 他的鞋本身 都是一對LOTAT 都是一對LOTAT LOTAT部鞋 我現在買LOTAT部鞋 是比較有TAT的 部鞋什麼 你說我用來打球 又不是 鞋又沒有了 那種味道 白飯魚 你不會加釘下去 Convers 說起來都是第一代的籃球鞋 對 那你現在就可以 準備來打球 你會不會穿 你會不會穿 我想我們有個朋友會穿 誰 他已經買了 但問題就是 他加了一塊LUNALOIN的鞋 墊下去之後 他是買貴了 高筒好像是599 599 是布面還是皮面 他那隻是布來的 但是他報得來沒有以前的那隻 那麼難的 他應該不是就是以前的那隻Canvas 我沒有深究 因為我根本沒有打算買 哈哈 我的朋友在那裡就不理他 因為那邊 他在那邊請人 打電話問一下 可以不可以 不要過來 生意很差 哈哈 哈哈 但是 差字可能不到數 那些品牌死極有限度 但其實我在大陸見Canvas 是沒有什麼人穿的 沒有 大陸是更加不接受這件事 可能因為他們 差不多一款的文工鞋 他們有很多選擇 二十多元的軍綠色那些 我為什麼要穿一雙Canvas Canvas是一雙賤鞋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Canvas已經被Nike賣了這件事 現在差不多在運動界 很久了 運動界的壟斷情況很嚴重 打鬥納而已 還有Nike不止 還有那隻叫做 Hurley H-EY 滑浪那隻 都是Nike 是嗎 是 還有一間公司 不如 Eddie這邊有Webord Eddie自己 還有Tatermac 是嗎 都是Golf 都是Tatermac 都是他的 Rod Pod Rod Pod 對 連正經一點的鞋子都是他的 他會打 都是 收起來 看看有什麼用 好像Nike 早前買了一隻 Kohan Nike 早前買了一隻皮鞋牌子 叫Kohan 專門出的那些 都拿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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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 那做什麼 不可以 就這樣 就這麼快 就給他兩塊 漢堡 泡 你所有東西 都拿到 你手上加一個 Luna 加一個Air 就算他收購了Dotter Martin 加一個Luna 都是這樣的 沒有其他 所以 體育服裝界 其實 你看到這幾年 很多款 很多 但你感覺其實是來來去去 都開始有些 差不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應該說 如果你問這幾年 其實我們是買到樓 是不是 是買到樓 我有一點點 你們樓還沒有 買Sportswear 我就樓樓地 我想還有幾年玩 還有幾年 你悶而已 你真的走得邪 不是 九叔走到尖竿 尖竿 我忍了心去尖竿 我現在穿不到尖竿 不過 你已經建制了 我只見Jordan炒價 都回落 沒錯 這是一個指數 因為 那個 代表MK仔的參與度 市場佔有力 MK仔都開始推 潮流就退了 沒有太熱 但 其實 一定有得玩下去 因為這兩個品牌 最厲害的是 扔錢做市場 這個市場的顧客是很無知的 你只要 不管假球 戴大眼仔 你只要推出來是女兒 他就 嘩 善善善 就要 Nike高層傳到Whatsapp 可能是 錢多 人傻 速來 就是這樣 但我又想問一下 你們兩個品牌 其實你看到一個 那個Marketing的分別在哪裡 看到的 是的 我們可以第一人講一講 我 我是小明 你聽的是二三四 channel 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在流落 我現在在流落